最佳剧情長片入圍的有老狐狸 电影老狐狸入圍台北电影节十项大奖 不过去年夺下金马最佳男配角的陈沐毅 却不在入圍名单中 对此北影总监李雅梅表示 因为陈沐毅报名的是男主角奖 但评审团认为他戏份太少 比较吃亏成为本届最大一株 戏份不足 我会说 我做的时候我看的教父我出去 那个马龙布兰德 他的剧的光好笑是想要没做 那个时候你下去丢最佳男主角 戏份不足什么意思 对于成为遗嘱的理由很不能接受 认为演员在戏剧电影中的戏份 应该是用角色的重要性与参与程度来衡量 并非演出的时间长短 更质疑不让他入围 是因为政治考量 我前面有问蔡思平 蔡思平说没有 那个北影就很自主 通常讲到很自主 我相信如果说没有政治考量 我去看就贵了 我不是说我外交 就说真正的 说什么细分不足 我算我混递 对此台北电影节回应 评审在会议过程中 只针对演员的表演讨论 无涉及其他 台北电影节 尊重评审委员的专业决定 不过沉默一坦言 自从金马奖发表爱台言论过后 就再也没有人敢找他演戏 甚至有些戏拍到一半 就没有下文 跟我去马奖之后 没人买我八公公 没人买我演戏 谈话台湾的影视产业 不该担心遭中国打压 而遗忘设计独立 讲座的出衷 明日新闻 陈家龙佩佳 台北报道